今晚我們來到旗袍文化的選美現場 在我身邊的其中一位就是今天的評審鄧大仙 鄧大仙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今天你覺得參賽者有什麼表現 表現得非常好 我覺得他們都未曾試過這樣參賽 但都表現得非常好 很鎮定 而且有外國的佳麗和我們東方的文化 一起融在一起 其實這個是非常好的 大家交流 我又見到身邊的另一位就是林小站教授 小站姐 你有什麼緣分和鄧大仙一齊 可以說一下嗎 鄧大仙就是認識了她三十幾年 我又溫哥華回到香港之後就認識她 我所有的很漂亮的旗袍 全部是鄧大仙幫我做的 每一件都是漂亮得不得了 而我就是最早期穿旗袍的 八十幾年的時候就去上海 那時候那些女士只穿那些衣服 只是灰色、黑色和藍色 好像工人服一樣 是 而我第一個穿旗袍在上海的街邊走 而每個人就是看著 就是覺得 哇原來旗袍穿在那些女人身上 可以這麼漂亮的 之後我來到香港 又是在街上穿旗袍 尤其是我在以前六幾年的時候 我就在新法書院教的 那時候我都經常穿旗袍 那些學生是非常喜歡的 而且當時的衣服都是鄧大師幫你去做的 是嗎 是我回來香港之後 就是1997年之後 之後所有的衣服都是去做的 那鄧大師我正在等你 一定 我會幫你做一套的 OK 多謝鄧大師 多謝小站姐的支持 多謝 今天非常開心 看到所有嘉莉都很成功地入圍 希望我們這個比賽繼續 一路 Congratulations OK 14號一定會做到很成功 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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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到14號 紫蘭姐做總領位 賤